來賓 藍新梅小姐 你好 哎呦 婚姨來了 哎呦 現在不是婚姨了啦 沒有 人比較散嘛 是婚療 婚療啊 婚療啊 對啊 你是蔡桃桂 你是歐桂桂 沒有沒有 沒有 你要講清楚 這個方姐講是什麼歐桂桂 你是歐桂桂 她是蔡桃桂 她是婚桂 她是婚桂 我是婚桂 你還婚拼 我是婚牛 婚牛 來 欣梅 這個欣梅現在是最受觀眾朋友 喜愛的一位女演員 李格勳 你才是 沒有…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有多受歡迎啊 不知道 不要客氣啦 我們這個連環炮舉辦 明日之星的這個選拔 很多人都模仿你啊 真的啊 你要不要看看人家是怎麼學你 要 來…老婆 來 我們看一下 欣賞一下 謝謝 不好 好帕羅 頭髮也是長的 好 旁邊是穿上衣服的這個蠻像的 頭髮剛剛的造型很像 很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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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聲音更像 台州的朋友 對 台北… 這台北的朋友 看到別人學你的感覺 嚇一跳啊 因為我不曉得 還像 真的還像 好棒喔 聲音是放帶子 聲音是放你的那個錄音帶 你看到他學你 你有什麼建議 建議啊 我覺得很好啊 很像啊 那… 建議就是 不要把我學得那麼像 這樣子我以後… 危險 不會啊 很難啊 因為我們知道 蘭新梅的舞蹈基礎相當好 曾經在美國啃漢堡 啃了一段時間 就是為了學跳舞 對 馬上還要去嗎 對 要去歐洲 繼續進修 是 對 其實我今天在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一下 因為這個 新梅啊 自從演了《追七三人行》的這個美好以後啊 以至於到這個天才保姆 給人的感覺呢 都是一個 好像很憨 很傻妞一個 其實啊 蘭新梅她有很多的美啊 包括外在的 都是觀眾朋友看不到的 對 像我們導播特別麻煩你攀一下 蘭新梅的腿啊 是在我們這個圈子裡出了名的漂亮 修長 是不是 那腿真的是很漂亮 謝謝 還有呢 就是她這個 內在的美 她這個做人做事啊 真的是非常的 怎麼說呢 她敬老尊賢啊 而且非常的謙虛 對 你看她演戲這麼紅 歌唱得這麼好 從來沒有看到她擺過架子 這很難得 是不是準備從這個 下一次去哪裡 下一次去法國啊 去法國 是不是從法國回來以後 準備開始拿敲 考慮一下考慮一下 不敢啦 不要怕啦 你可以啦 你可以啦 真的我可以 這麼年輕就這麼紅 還怕什麼 從現在開始耍大牌 還可以耍十年啊 不敢啦 不敢啦 還沒有好像那麼嚴重的事情發生嘛 你說搞半天在等嚴重的事情發生 對啊 事出一定必有因嘛 對不對 對 就等他嚴重的事情一發的時候 就曉得 我也是大牌耍脾氣的時候 對 我其實 也不是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溫柔 我也是個性 對 個性大家當然知道你有個性 絕對不會幫你當麻糬啦 可是大家會想像你很溫柔嗎 欸 這什麼話 這是我的願望啊 哦 願望要講 那你怎麼樣 你認為他很潑辣嗎 也不是潑辣 很難看得出溫柔啦 那你這個講話 真的那個話 不要隨便斷氣 什麼叫做很難看 很難看得出一定要連在一起講嘛 好嘛 好嘛 因為藍心梅在這個畫面上 你看多好看 對不對 大大的眼睛 你看 皮膚又很細 根本不需要什麼燈光特別的講究 光打得很好 光 那你看 你一要來啊 導播就親自跟這個燈光師在設計 說這燈光要怎麼打 這就是大盤 謝謝 像我跟蹦恰恰的時候 導播都隨便啦 隨便啦 對 跟他們一盞 就這樣子 你最近這個有沒有什麼新的願望 除了到法國去以外 我暑假開巡迴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寫了三年了 然後今年定案 今年定案 對 我自己很重視這個演唱會 然後聖誕節跟劉文正到賭城去表演 到賭城去表演 最好不要帶太多錢去 他不會賭 他就是怕不會賭 對 你賭起來才會抓狂 依他的個性 依他的個性是很溫柔 他絕不賭 他可以一直對自己 你們好好玩 你們在玩好好玩 那你來吧 我不要玩 試試看好嗎 怎麼可能會輸呢 要聊了 不過我倒是有個願望 你什麼願望 我希望再看到兩位合作演戲 其實跟西門演戲真的很愉快 他除了演戲以外也沒別的麻煩 就老老實實的演戲這樣 很乖 他也不會趕不上飛機 鬧鐘也不會不響 我也不會說在樹下 我也不會在樹下睡覺爬不起來這樣 好 今天新梅她是到我們節目中來了 一方面是因為錄影的時候 天才保姆實在是沒有時間 來跟觀眾朋友打招呼 今天藉著機會 謝謝大家在天才保姆的時候給你的支持 也希望你法國回來以後 觀眾朋友能夠給你更多的掌聲 謝謝方華姐 謝謝大家 謝謝藍心美 謝謝藍心美